这个修身呢,如果说是外在的,那么齐家更是了 那修身你可以说是自己,那齐家就是对整个大家别人一起 就这个,由内到外,越来越向外 它其中也是辩证的 你说齐家吧,完全是物质方面的让大家风雨 那好像也不足够 那精神上呢,又是内在了,又是根本了 其实精神上呢,才是更重要的 一个家,齐乐融融,不是说一定要多有钱 你有钱,自己又花不了 都给别人 有钱就出债,这种事很多 我们没钱的人,老百姓都会发财 观问行,富文灾 所以他有钱人那不一定就过得真的很好 我们扯得远了,拉回来 说齐家 那除了精神物质 那就算你外面做得很好,我家不合 那你的长久以往,那幸福感何在呢 那心都是飘忽不定的 其实,人生啊,十有八九 很多时间,当然有些人创业在外面,长期在公司 一般,大多数 你起码睡觉,在家里睡啊 那很长时间都是在家里 所以你这个家是很重要的 要齐 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齐家 自古所讲的 不是说三口之家就足够了 那为什么呢,你看齐家之后就可以治国 那你看,这个就显得一个家一个国差的太多了 那你说国家还好 那家国,那怎么搞 所以呢,曾世强老师 就是我的恩师了 在这个当中加了一个利益 就是讲这个中国式管理 讲工作事业这方面添加进去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古代啊 跟现在它发展 人没有这种 为了天下能做什么这种 抓手 无敌放适 导致甚至连这个心情怀都没有 变出可是 几乎没有几个男性 现在敢说家国天下 你看老辈人多多少少出来来讲 那国家大事怎么怎么样 至少还有这个心态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如此 又甚至于女子 所以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 怎么办 过去说的齐家 他更多的指的是 一个家族 你在这个家族中做好事情 尤其是长子 你负有这个家族整体的传承担当的责任 你要付出的很多 才配你这个地位 那你把整个家都 自好了 那在外面 就像一个邦国 那家有家的势力 同时更主要的 你这个当中 怎么去打理 糟糟应对 为人出事 待人接物 所以一切一切这些通证 其实国学无非也就是这些 那到外面 就真正可以做人做事了 那才可以去谈治国 有这个想法